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一群上场帮别人寻找和建造理想房子的人 私底下各自的家庭却不见完美 那么剧中的角色究竟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 屏幕背后演员们又做了哪些准备 经历了什么样的趣事呢 我们马上欢迎剧中的两位主演 黄炯耀和黄俊雄 两位好 欢迎两位 哈喽 大家好 那首先我想也要恭喜两位 不但要欢迎还要恭喜两位 因为呢也特别要恭喜一下炯耀 这是你第一次担任长寿剧的男主角 而且第一次和阿姐正会遇饰演夫妻 心情怎么样 另外我们也想了解 私下里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提前的准备 和阿姐培养默契呢 OK 首先的确这个是我第一次 就是在长寿剧里头担任其中一位男主角 我不像俊雄就是经常都是男主角 所以不是客道化 真的是由衷的感激 就是公司还有就是监制 看到我之前的努力 然后给我这个机会 所以总要是格外的感恩感激 然后希望我的表现 大家会喜欢 然后说到另一个第一次 就是和阿姐搭档 因为毕竟小弟是看阿姐的戏长大的 所以能够和偶像演这个夫妻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搭配 因为之前我们没有真正合作过 然后是而且是演夫妻的 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新鲜的搭配 然后希望大家会也会喜欢我们碰撞出来的火花 至于默契如何呢 我只能够说我们没有刻意去准备要培养默契还是什么的 因为监制也希望看到我们之间是没有默契的 很神奇 因为在戏里头阿姐这个角色是绝对不会给我好脸色看的 就是一个他是比较能干的 比较强势的 然后比较事业心比较强的一个女强人 而我呢就是比较 有点说是逃避行性格 吊啬锅的 然后就是 所以在他眼中呢就是一个 不务正业 整天只想着要 不切实际的要当脱口秀演员 这个梦想 所以就是我们是貌合神离 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可是呢就是分房税 然后虽然在同一个公司 可是我的公司那个办公室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 而整间电屋呢大部分都是我太太的那个经济公司 所以就看得出来我在家中的地位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就是没有刻意去要讨论怎么样培养默契 还是做什么培养默契的活动 因为主要就是要带出说 我始终还要跟阿姐保持一点距离 就是因为我希望带出这种 没有什么默契的夫妻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怕太熟络了 搞不好就是会流露出大家很熟 很像bodybody 朋友朋友就少了那个没有默契的那种夫妻的感觉 听起来反而是挺有趣的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默契不能太好 所以俊雄呢 俊雄这次的新剧呢 距离你上一个作品林里邦 隔了一年多的时间 出道以来呢你都频密的在拍戏 有这样一个放松的时间你感觉如何 我们也知道呢你去年也去了纽约 参加了一个短期课程来进修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首先我要说 8频道的观众朋友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 很开心这次回来了 我想大家了 然后我感觉到你们想我了 所以我回来了 而且一回来就拍了130集 我们现在拍到80集了 那是真的 那我之前18年入行 这是我之前去年就是我第一次 一整年比较有空 那因为之前都蛮频密的 然后就跟公司说 不如我去进修 那其实那时候的空档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 因为不是一直在付出 而是有的去进修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 当时就阅读了很多演技的一些书本 然后也去上课 那在人生里面呢 也丰富了许多 所以我觉得希望回来呢 是一个更 就已经成长多一些 然后感受力更强的一个龙俊雄 希望有新的一个面貌带给大家 然后非常开心可以回来 我相信可能影迷们也很期待 那个俊雄的这次的表现 你觉得这次你上学的经历 会对你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那之前在纽约的时候 其实在一个大城市 然后完全不认识班格人 在那里整个感觉是 我觉得成长很多 因为首先又脆弱 又需要坚强 然后当时感受力非常强 就觉得因为之前大学的时候就直接入行了 那可能包负着很多责任 家人工作 那去到那里只要顾自己 所以当时感觉就我和这个世界 感觉到到了整个世界 那个感染力是很强的 那什么都感觉到特别多 所以希望那一个是可以运用在 我回来以后的一些作品的 然后当时上课 之前我可能以为 我们拍戏就是这样 然后很多时候都在脑子里面 然后就是为了效率要快怎么样 他以为拍戏是这一回事 的确是这样 但是在那里尝试到学到的事 不要想太多 然后就放纵去感觉 所以就其实在这个角色呢 他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角色 比较随性的 所以刚好从那里回来就可以 建政跟我说 你上了这个课 然后之前跟他分享了一些 他就说你就可以把这些 在这一年里面的拍摄呢 尽量去玩 不一样的经历 更有助于你发挥这个角色 非常的期待 那九龙大哥 你出演过很多的反派角色 去年的红星大奖呢 也刚拿下了最讨人厌的 大反派的奖项 今年的这部剧中呢 你饰演的是一个叫做好贱 他听起来像是一个大反派 不过他其实是另一个极端的 就是一个烂好人 那对你来说 演大好人跟大坏蛋 哪个更难呢 OK应该这样说好贱 名字听起来很贱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大好人 甚至被大家形容成烂好人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 然后乐于助人 然后又是笑容可居 笑脸迎人的一个人 就是很会帮助人的一个角色 那大家对我之前去年的那个 最讨人厌大反派的印象还很深刻 所以大家 我希望大家看到不一样面貌的重要 因为我在演绎的是那个角色 而不是我本身 那如果你问我说 哪一种好人还是反派比较难演 我老实说 每一个角色都不容易演 因为哪怕是都是一样的 坏人 一样类型的坏人 那我每一次给我自己的挑战 就是怎么把它处理成 不一样的坏 比如说我刚入行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演反派的 然后演反派演很多反派之后 有一次 那个反派人物之中 我找到了他可爱的地方 那让制作组 让公司看到了 总要可以演小人物可爱的地方 那结果下来我七八个连续的角色都是小人物 那我就要去把它区分 然后塑造成七八个虽然都是小人物 可是是不一样的小人物 所以我觉得说每一次每一个角色 不管他是什么人物背景 不管他是好人坏人 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所以我不能够以好人还是坏人的角色来区分 哪一种比较难演 而应该是 我有没有完成这个挑战 又再塑造了一个新的角色 就是符合剧组的 创作出来的人物的要求的同时 我在丰富他 又塑造成另一个 总要之前演绎过不一样的角色 这是我觉得他的难度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说 每一个专注在每一个角色当中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演员的一个有趣之处 他可以有机会演绎不同的性格角色 比如说俊雄这次和雅慧在戏里当中 也有恋爱的戏份 而且你们在剧中走的是清纯可爱 甚至带了一点点肉麻的路线 这是不是跟你们私底下性格差异会比较大呢 而且听起来这个人设是比较会有笑场的机会的 有没有这样 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因为对我们的确 如果你看我们的爱情线 应该感觉会鸡皮疙瘩 然后就有一点苦笑不得 因为就在七年前我对他告白的时候他拒绝了我 过后呢我们七年后再相遇 那我就对他好 他就遇到了一些困境 但是呢过后他转过来对我表白 而这个我这个人他表白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反应就选择晕倒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说哎你你是要知道自己是爱我 而不是因为我是你之前一个浮板 然后是因为同情还是什么的 那结果在一起呢就蛮就非常恩爱啊 感觉在晒的恩爱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万德福嘛 他其实是第一次恋爱 所以就会非常黏 所以是蛮可爱的啦 这一对 那我自己呢是一个蛮浪漫主义者的 那笑场方面 笑场方面怎么样了 多吗 我们没有太笑场啦 通常都是跟一群在演的时候 就比较多笑场 但是我们两个呢 其实蛮甜蜜的有时 然后蛮好的感觉 那其实希望观众看到我们 会有一种很温馨的一个感觉 然后是希望会带给我们伴强 嗯也是不一样的你们 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到我们节目 来分享也祝这部剧收视高企 好谢谢谢谢两位 长寿剧只此一家 好谢谢 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 八频道播出 你也可以在mewatch上抢先观看 另外呢 魁维三年时间剧场原创作品《四马路》 下个星期五呢 终于要在滑铁卢街再度的登场了 以独特的游走观场形式 沉浸体验新加坡不同年代的历史故事 场景内有哪些值得发掘的亮点呢 演出在即剧场却在过去的星期一突然发生了火焕 剧团如何确保演出顺利进行 锁定广告后的诗成画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